这里嘛 对不对 两颅的正中间 脊椎骨上 这样可以这样刮 不要这样刮一下就好了 然后再来物语 物语啊 你看 我们物语啊 是第二乐下 你看这个是锁骨 锁骨在这里这样 然后第一乐在这里 第一乐 这锁骨下 那锁骨下第一个穴位呢 我们就叫它叫弃户 在第二乐下 第二乐下 我们叫它库房 第三乐下 我们叫物语 这样了解吗 第四乐下 就是弩中了 所以我们你看 物语在第二乐下 第二乐下 那么第三乐下叫库房 我这里有一看 你看 我刚才找出来了 你看 锁骨下 正中线上 是气户 那么第一乐下 是库房 第二乐下是物语 第三乐下就是库房 第四乐下就是弩中 这样了解吗 然后呢 我们刮它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刮出去 这样刮出去 第二乐下 这样会不会 刮出去 那么 这是锁骨下 第一乐下 第二乐下 第二乐下刮这里 第三乐下刮这里 第四乐下刮这里 这样会不会 因为它这个会有一个转弯的 哦 锁那边应该很痛 更痛 还好啦 你看用点刮沙油的话 你看刮刮看 一点点没什么意思 你看 不会很痛了 你看 没有那么烧 你看 你看就会出沙了 对啊 对啊 很痛 啊 这样叫第二乐下 叫 物语 第一 第一乐下 锁骨下叫气户 然后呢 第二乐下叫物语 第三乐下叫库房 第三乐下叫庸窗 第一乐下 第二乐下叫库房 第三乐下 哎 哦 就这几个学位 它在搞混 那么锁骨是气户 第一乐下是库房 第二乐下是物语 第三乐下是庸窗 第一乐下就是乳中 这样后面 好 就是在我们 这个大锥穴 对吧 我们刚刚讲的大锥吗 大锥到尖峰 我们知道尖峰在这儿 对不对 到尖峰两个连线的终点 哎 就是尖井了 尖井也是往外这样刮 那边也是尖井 反正你先找到大锥 大锥在第七乐下 第七颈椎下 第七颈椎下 那么我们找的时候 先找第一 你看 譬如说它像头弯的对 我们先找第一个凸起 再找第二个凸起的下方 你看第一 第二下方 这就大锥了 然后呢 从大锥到尖峰连线的终点 就是尖井 尖井也是往外刮 这样会不会 尖井已经能够 大概大部分都会在这一边 真身或在这里 尤其在这边 那么我们会呢 在它轻轻的这样给它刮洞 叫会 就是局部 那么再来就是这个旗门呢 旗门就是刚刚讲过的 鲁头下一乐 叫鲁跟再下一乐 这个就是旗门吧 我们旗门也是从这往外刮 我们要记得 从内往外刮 从上往下刮 有刮这边 这旗门 旗门就干嘛 我们其实刮旗门就干 后面的干 旗门是干的墓穴 再来就丰隆了 来这个衣服穿起来